台湾青年就业创业引领计划 手工艺术行业交流论坛活动 12月20日晚在福州海峡青年交流营地 拉开帷幕 两岸青年汇聚一堂 以传统卵木画手工艺为媒 互相交流 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卵木画作为中国传统民间雕刻工艺 来源于福州 至今有百余年历史 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 2008年陆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一场名录 软木画的制作是运用传统雕刻技法 以刀代笔 以双皮为材料 经手工金雕巧漏 制成山水 园林 花鸟等园雕透雕式的图景 人群中记者见到了在福州工作的台湾青年豹正 从福建的一所高校毕业后 他依然留在了大陆就业 如今是福州一所中学的老师 暴政对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也希望以文化交流 促进两岸青年更多的相互了解 我有看到很多老一辈 他们会雕刻这块 我就会觉得很欣赏 我觉得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湛过来 促进一下我们的台湾跟大陆这边对接 希望把大陆这边的软步化 发展到台湾那边去 每年寒暑假都有不少的台湾青年学生到大陆来研习传统记忆 今年11月4日 大陆出台了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简称26条措施 这也是继2018年2月28日发布31条汇集台胞措施后的又一新举措 26条措施为台胞构建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政策利好的持续叠加 也让不少台湾年轻人对在大陆的发展更有信心和底气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事物 我想要多考一点证照 然后加强自己的实力 可以更浓入这个地方 就是多看看多听听吧 互相学习互相交流 台湾的学生们可以尝试的来大陆这边 对文化这块更深一步的了解 去学习 希望他们能对大陆这边的文化更加的了解 此次活动以沿袭传统公益 共促荣台交流为主题 在接下来的两天 两岸青年们还将共同参访马尾造床厂 聆听软木画历史讲解 DIY软木画等 增进相互了解 促进两岸文化交流 同时也吸引台湾青年来福州 实习创业就业 软木画是福州非常有特色的一下 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也希望通过软木画这个形式和活动 能够结合进来 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福州 了解福建 了解中国的文化特色 能够把两岸的文化交流 青年的创业创新 做一些融合交流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